嘿!这里的回声很大!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刚刚吃完午饭,现在继续前进! 刚才给大家测试了一下回声,这边峡谷中的回声很大呀,我生怕这个声波大了之后再把石头震下来啊 所以说呢,看到这边这么多的落石,还有500米,我得快点走 小心碰头,大家看一下这两边 还好啊,为什么把这里叫做一线天呀 我现在站在谷底,抬头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里 这里形成了一个椭圆形,如同人的眼睛一样啊 正好可以看到天空,天空中的太阳照射下来 呃,形成了一道光线,所以把这里叫做一线天啊 哇,这边的路更窄啊 那块大的石头,不知道是不是从这儿掉下来的 大家给我加加油,因为走着到这里,也颤颤兢兢的 毕竟大自然的鬼斧神宫,还是值得敬畏的 大家看,哇,城堡一样的建筑,这里简直太美了 大家看,哇塞,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谷底啊 哇塞,哇塞,这上面如同是天降的落石 大家快看,我现在的位置,这是一块空旷的平地 周围全都是峡谷,看峡谷上的岩层 哇,层岩叠仗的,而且还有很多的石洞,石窟 尤其是这一块的岩石啊,我是沿着峡谷这里面一路穿越过来的 看上面的岩石仿佛是要掉了下来 这边啊,就是一线天 这边还有地图,以及简介 因为路段太过于危险了,所以不能翻越 我现在啊,已经沿着站道,来到了这个一线天 差不多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啊 从这儿给大家看一下一线天 大家看一下,这一线天的地貌啊 完全是紫红色厚层的这个沙粒岩,沙岩,夹泥岩 被流水沿着垂直的这个结构向下切 沙粒岩石形成了这个丹霞的港谷 看,这个峡谷的沟非常的深啊 宽度只有区区的这个一两米 但是深度啊,却达到几十米 而且,这里形成了这个U谷啊 就叫成了一线天 在下雨的时候啊,这边可能会有泥沙落下来 所以,这边的区域啊,目前还是不要进去 从外面看一看 看完了一线天 继续往下一处景点转 大家觉得这儿的地貌怎么样 漂亮吗 壮观吗 看看周围啊 都是这种小型的绿色植物 这个地貌啊,很难长出大树 走在这个峡谷里 不免有一些敬畏之情 大家看一下这边铺的是沙子 走起路来特别的软 哇 这里面简直是太深 太大了 看到很多的鸟类 似乎是住在周围的洞里 大家看一下这里 是不是很像是葫芦谷啊 上面一个葫芦的造型 从三国演义里看到过葫芦谷 前面啊,再有200米啊 还有紧急的这个避难的场所 大家看一下我左手边啊 很多堆,叠堆的这个小石头 造型精美 差不多再走200米 就到谷底了 看看周围的岩石 一层 一层的 大家看一下平山湖大峡谷的这个区域 这边有牌子简介 这里就是万佛崖 为什么把这里叫做万佛崖啊 呃,也是这儿的丹霞地貌特质 属于白厄系的朔岩 沙朔岩以及沙岩 里面还有带泥的条袋团块 在遭受到水的侵蚀冲刷 在牙壁上形成了许多蜂窝状的凹槽 如牙壁上一尊尊的佛像壁堪一样 所以啊,就把这里叫成了万佛崖 大家觉得这里是不是跟麦基山的这个石谷很像啊 地形啊 这一个个壁堪就如同佛堪一样 所以这里叫成了万佛崖 大家看 中间还有一道大裂缝 这边啊 开始长出了参天古树 前面还有五彩的旗子 似乎是一个路标 这边是过不去的 因为通道太窄了 大家看一下啊 里面确实是太窄了 峡谷幽深 取静通幽处 缠房花木深 还有这边 如果累了呢 可以坐在椅子上休息 这棵古树 我原以为是有景的 答案是没有 大家看一下这里应该就是谷底了 有一个小亭子 是服务站 前面还有云梯的 安全帽的领取处 看来这个云梯啊 特别的陡啊 既然来都来了 呃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云梯 点到为止 因为害怕落石 毕竟啊 这个峡谷实在是太窄了 要时刻小心 小心碰头 小心上面的这个牙壁落石啊 为什么要戴安全帽 因为大家看啊 有一只鸽子飞过来了 一定要紧贴 牙壁走 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的小碎石 万一砸到脑袋 确实是很痛苦的 由于这边的牙壁啊 有一个小的栈道 被落石给挡住了 所以呢 就带大家看到这啊 因为我挺害怕的 这有一只鸽子 大家看这是鸽子窝 鸽子洞 还有鸽子宝宝呢 到这里之后啊 这边的路都被上面的落石封住了 然后大家看还有小碎石 所以说走到这儿 战战兢兢的 尤其是鸽子从这儿 脑袋上面飞过 所以只能啊 从这个口出去了 就带大家转到这儿啊 继续 沿着这边的通道 往旁边走 谷底这边的景色也不错呀 这边有个亭子 随时可以休息 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崖壁中间有一道巨大的裂缝 似乎是要掉下来了 快点从这旁边过去 还挺怕的 大家看一下 刚才啊 这段路就是被这个大石头给挡住了 因为这里 确确实实是 时间太久了 比较危险 这边四周的崖壁不太结实 所以说大家如果来这儿的话 一定就在门口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继续 沿着谷底的这条路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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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线天的大峡谷 这边穿越过来了 估计走了差不多1500米 这边距离太远了 然后这边是峡谷的出口 旁边有颗纸布 这边还没有开发 可能这边山道比较危险 看一下这个导览头 我现在的位置 我现在的位置 已经从一二三 三个观景平台 沿着大峡谷中穿越过来 接下来接着沿着天梯 经过路透战道 然后继续沿着17 18号的 这个超级观景台 继续带大家游览 这是峡谷之间的一段天梯 看上面的大石头 仿直仿佛要掉下来了 上来了 这边就是骆驼道 看看四周的这个崖壁 也特别的壮观 这根柱子呀 就是拴骆驼的庄子 这段路我觉得 应该也有五百米左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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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围都是杂草丛生 这个蒙古包目前没有开 这棵古树是灵芝谷 大家看一下 这个灵芝谷的右边 这棵大树 这是什么树 像是一棵老松树 从这边进入到谷里 这边每隔三五百米都有卫生间的 上厕所不用担心 看这边 长出了这种 这是什么草呢 麦子 这里距离 崖壁的垂直 旋堤 还有五百米的距离 大家现在看一下我的手机时间 到达 灵芝谷这边 已经是12点40 走了差不多将近三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 哎呀 热死了 满头大汗 这峡谷的温度比市区温度高多了 我估计得三十一二度 这个时候水都喝光了 周围也没有水 争取快点走 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的岩石 除了红色 还有这种绿色 尤其这个石洞里面 仿佛像了这个宝石一样啊 不知道灵芝谷里面 是不是有灵芝啊 一会儿走过去看看 还有天梯 我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把这里叫做灵芝谷啊 大家看一下 牙壁上的这个岩石啊 一层一层的 仿佛就像长出了灵芝一样 而且特别明显 所以把这里称之为灵芝谷 这里 马蜂比较多 不知道洞里会不会有马蜂窝 大家看一下牌子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上面写的是请勿逗留 快速通过 毕竟是 这种地貌特质 经历了亿万年的行程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还有这种红褐色的岩层 哇 这就是镶嵌的宝石 必须快点走 这里距离垂直崖壁的旋转 扶梯还有三百米 这段路啊 都是这种沙路 我穿的是网鞋 网鞋就容易进沙子 我的鞋里 堆满了沙子 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倒一倒 哇塞 大家快看 最能够体现出灵芝骨的特色 牙壁就是这里了 仿佛一个个的大灵芝 从岩石中长了出来 简直是太美 太壮观了 一边走路啊 一边一定要注意 这个四周的岩石 是否松动 在我右手边呢 这部分区域石窟比较大 大家看 里面有各种 各样的岩层 也都是香了翡翠 宝石的 还有一些生物化石 看这周围啊 有一些坍塌 所以来到灵芝骨的时候啊 尽量不要拍照逗留 就是快速通过 大家看那上面啊 就是四号观景台了 我现在来到了 灵芝骨 最大的一个谷底 这块的区域面积非常大 这个牌子啊 是上面的 这个地质崩塌 把牌子给压倒了 这边有关于 崩塌的介绍 大家看一下啊 为什么 这里这个地形啊 容易崩塌 崩塌呀 指的就是 这些崩塌的岩块 大家看这个牌子旁边啊 这块就是 上面的大灵芝 地形掉下来的 因为毕竟是属于 峡谷区啊 峡谷纵横 流水侵蚀的切割 比较严重 尤其是这些陡峭的 这个牙壁啊 在经受到太阳的照射 风化 岩石的这个层里结构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底部悬空 也就是头重脚轻 像灵芝一样的造型 那么 这个头太重了嘛 所以说支撑不住 就这个崩塌下来了 所以说在这边游览的时候 一定要快速走 及时观察上面的石洞崖壁 这就是 这个灵芝峡谷 最为壮观的 一个最佳观景拍摄点了 这边啊 还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的是 碧莉坚韧 我觉得 从谷底到谷底啊 差不多有100米的高度啊 大家觉得呢 哇 这边 为什么叫碧莉坚韧啊 这种丹霞地貌 都是由 沙岩 沙朔岩 还有这个 中间夹杂着这个泥岩啊 垂直的层里结构 有的呈现出这种紫红色赤色 甚至里面发出了这种翡翠的颜色啊 这个牙壁在经受了这个水的冲击侵蚀啊 还有泥石流啊 泥挂啊 等作用啊 宝经风霜 风吹日晒 这个 时间久远 令人 引人怀骨 所以呢 这个牙壁 在经受了 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风雨侵蚀风化 依然坚挺 屹立不倒 所以就把这里叫做 碧莉坚韧 从这边峡谷 再走100米 就到超级的垂直悬梯了 大家快来给我看一下 哇 这里的景色太壮观了 而且还有鸽子从空中飞过 这里的石窟 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峡谷 而且这边的石窟特别的多 特别的壮观 来到如此优美的大峡谷 当然要展示一下太空的步伐 这里仿佛是来到了外太空的火星啊 不知道火星的地貌 是否跟这里一样 大家快看 这边的石洞非常多 而且时不时的 就飞出几只鸽子来 从这儿 我觉得距离 谷顶差不多超过了100米啊 这里距离垂直 崖壁的旋梯 还有最后的80米 大家看一下 四周的崖壁简直是太壮观了 现在我已经在峡谷里 整个大峡谷里 转了三个小时了 大家看一下天上 哇 在我的正对面 好像是一个壁开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造型 巨大的壁开 映入眼帘 哇 终于来到了 这个百米高的旋梯 哇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旋梯啊 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简介 刚才看了一下牌子的简介 在我对面巨大的像壁开一样造型的 这叫做天界之门 这是丹霞独有的地貌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 这是白蛾系 紫红色的厚层状的 沙朔岩 沙岩 被流水沿着垂直面 给这个捡切过来 经过长时间的冲刷 侵蚀 以及外在外立的作用下 阳光的照射 种种自然条件下的综合作用啊 最终形成了一道 这个扇形拱门造型一样的 这道门啊 就称之为天界之门 据传说 从这道门穿过去 似乎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特别的壮观 这边的山体啊 都属于这种 气形体 我现在啊 就准备登上这个 白米的悬梯 就是 白米悬梯的入口 灵之谷垂直 从这进来 看看周围啊 周围这个峡谷幽深 这边太窄了 不能通过 现在准备上扶梯了 这个扶梯的高度 是 一百米高 从谷底直达谷顶 而且 台阶是铁的 非常的结实 看周围镶嵌了 宝石翡翠 这是第三层 第六层 终于爬到了 台阶的顶层啊 百层高的楼梯 这是第十层 站在第十层啊 给大家拍一拍周围 峡谷美景 灵之大峡谷 从这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高度啊 确确实实 在百米之上啊 哇 这里 简直是太壮观了 如果到谷顶呢 我觉得 差不多要一百五十米啊 我就是沿着这个峡谷 一路过来的 再看看周围 这边 大家看一下啊 峡谷幽深 非常的幽静 大声说话呀 只有我一个人的回声 继续 沿着 这上面的铁台阶 往上走 我觉得 全程转下来 要花四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已经超过三个小时了 哇 正好是从岩石旁边穿过去的 这上面还有观景的亭子 这边的峡谷 也特别的壮观 这个台阶也是我目前走过的 垂直度最高的台阶了 百米的台阶不止如此啊 还有这段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刚才的高度 不足一百米的话 加上这段高度 就足可以超过一百米了 甚至是一百五十米 这边的台阶特别陡 看看下面啊 下面是从峡谷中穿过去的 在爬的时候 手一定要扶着 这个台阶啊 上来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一段 从这段台阶上去可就是 到了这个谷顶了 回头看一下我走过的路 真的是特别倒 特别的艰难 我现在真的是太累了 有点体力透支 必须要休息一会儿了 这个铁台阶还有点烫屁股 休息两分钟 再出发 来平山湖大峡谷旅游啊 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 在来之前啊 一定充分的保存体能 休息完毕 继继续沿着台阶往上爬 大家看这段路啊 简直就是天路 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到了旋转的楼梯 我就会放心了 看 欢迎再来水泥克的字 周围的岩石不太结实 看 进入岛 安全的台阶啊 这台阶上面啊 都是有这种 有盖的啊 旋转的不怕 大家看 为什么要设置旋转台阶 就是防止这个落石的 看一下我现在的高度 绝对有 百米高了 对面的这个岩石啊 非常的松动 我现在终于沿着旋转台阶 登顶了 原来这边还有台阶呢 从这给大家环石一周 这个山顶风很大 非常的凉快 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高度啊 这个旋转台阶差不多是50米高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百米高的台阶 看我现在从这个大峡谷中 终于上来了 四周的这个都是悬崖峭壁 西风一时 这都是这种沙朔岩 红色的 还有泥岩 继续沿着这边的通道走 登顶就是最后一个观景名台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就是出口了 这边的台阶也特别的陡 终于上来了 这边是出口 我现在前往峡谷的四号观景平台 也是大巴车返回的路线 这条路上有一个白色的圆形帐篷 帐篷旁边有个牌子 写的是雪豹 麒麟雪豹 大家看一下对面 这个山体啊 确确实实像一只豹子趴在这 豹子头 豹子的鼻子嘴 还有眼睛 哇 然后身上的这个 尤其是黄色的这个山体嘛 长出了这个斑点 这个草就是斑点 还真是一只豹子趴在这里 栩栩如生 这上面啊 就是四号的观景台 还有最后的160米了 加油 我现在已经沿着铁台阶站道 一路爬上了第四个观景平台 也是最后一个观景平台 看我对面啊 一个鸟笼一样造型的 这个铁的建筑里面 有各种的小吃餐饮 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啊 如果渴了饿了 可以在这补充能量 毕竟已经赚了将近四个小时了 看一下这个对面有公厕 这是停车的一个广场 大巴车光耕车就是在这里停车的 也是从这边 返程下山的 看这都有休息的亭子 周围的山体啊 都是呈这种赤红颜色 周围有很多的栈道 这是一个垃圾桶 这个平台挺大的 有望远镜 上面写的是罗汉 因为丹霞独有的地貌嘛 经过长时间的风化侵蚀 在大自然外力 强势的作用下 这边形成了一个半球形 就像一个罗汉打坐一样 栩栩如生 所以把这里的岩石啊 称之为罗汉 站在四号观景平台 整个峡谷区 峡谷区在这儿了 整个峡谷区 以及周围的所有景点啊 都可以尽收眼底 那边是深度游的路线 必须点自驾 或者是成那种探险车 这边是一开始走过的路 沿着站道一开始 一号二号三号的 这个观景平台 里面有很多著名的景点 比如说九龙惠海了 将军石啊 情侣石啊 情侣风啊 还有童心石啊 峡谷一线天啊 都在这儿了 尽收眼底啊 大家觉得 这儿的景色怎么样呢 看这个峡谷深不深 大不大 我从那边啊 一路沿着这个峡谷的谷底啊 走了也不知道 多久了 反正啊 全程游览下来 一共花了这个四个小时 终于 把整个丹峡地貌 带大家转了个遍了 到这里 平山湖大峡谷 所有的景点 以及周围能转的 就都带大家转完了 今天的天气 确实是太晒了 我都快被晒黑了 来到这儿啊 门票 一百三 加上 呃 观光车 以及这个来回打车的费用 一共是 二百二 大家觉得 这儿的 风景美吗 壮观吗 震撼吗 欢迎在 评论区 点赞 留言 哦呀 好 好